第1581章 玉念珠 他一扭手向金光来出望去 只见在远处 长发异族人不知何时从金色巨球中脱身而出 而在旁边却出现一个身高两丈的蓝色人形傀儡 此傀儡通体泛蓝 一只手臂高举着 五指间引有纤细金色电弧闪动着 这名叫贾天木的异族人 竟然不仅只带了两只高阶傀儡 并且新出现的第三只傀儡 还能释放辟邪神雷 这真大出韩力的预料之外 不过 韩力的吃惊只是片刻功夫 下一刻 大鹏忽然双翅猛扇几下 顿时化为一股狂风的 到了那只银色战舟上空 提表青光一闪下 神区再一次狂掌大半 随之两只巨爪 闪动着刺目电光 向下狠狠一抓而去 扑斥几声巨响 两只巨爪同时没入了战舟中 接着左右一分 在雷鸣声中 战舟被硬生生地抓开了一个大洞 接着大鹏一张口 一道粗大电弧一闪喷出 一闪即逝的霉入洞中不见了踪影 电弧闪动间 战舟中惨叫声大起 不知有多少脚吃族人 被电光一下灭杀掉了 大鹏还未就此罢哨 双翅冲着下方一阵狂扇 一股白萌萌飓风凭空浮现 大鹏两只巨爪一松手 热大战舟在狂风飞卷之下 顿时滴溜溜地往下直坠而去 轰隆隆的一声巨响后 战舟狠狠砸到了地面之上 大鹏一声长鸣 双翅一收 就在轻光闪动中迅速缩小 转眼间恢复了人形 韩力往地上扫了一眼 两手一掐绝 数十口青色小剑 在四周同时浮下出 一颤之下 同时化为数十道轻光积射而下 瞬间攻复 下方战舟就在如此多剑光乱斩下 被切得七零八落 最终发出一声轰鸣的爆裂开来 另外一只坠落的战舟 韩力也没有放过之意 同时驱使众飞舰将其毁掉 此刻 那些原本观战的脚吃足甲士 和双头巨鹰 也被出手的暴灵兽和蹄魂 再次灭杀了十之八九 只有几个一开始就顿到极远处的 侥幸逃得了性命 韩力也懒得再命令二兽 再去追杀什么 只是一仰手 一只乌黑圆环呼啸射出 黑色巨猿体型瞬间缩小 和暴灵兽分别化为一道金光和一道乌光 一闪地没入黑色圆环中不见了踪影 韩力袖袍一抖 圆环发出呜呜的飞射而回了 被其重新收了起来 这时 韩力才望了一眼远处的贾天目 突然化为一道青红的鸡舍而去 只是一个闪动 他就如同鬼魅般的一下 出现在异族人身前障许楚 双目冷然地望着对方 脸上丝毫表情没有 贾天目心中一领 但面上却浮现出笑容之色 双手一抱拳地冲韩力说道 多谢道友出手相救 在下先前许诺之事一定不会食言 等回到族中后 愿以一只通灵傀儡赠送 你胆子倒不小 竟然敢将韩某脱下水来 就不怕 我现在一箭杀了你 韩力双目一眯 眉宇间浮现出一丝煞气来 道友说笑了 阁下若真想如此做 刚才早就连在下也一起灭杀了 怎会留甲某到现在 况且 晚辈如此做 也是先前无法自保 实在没有办法之事 还望前辈多多海寒一二 贾天目陪笑地说道 你如何发现 我在下边呢 我自问隐匿之术还算神妙 通街以下 不可能被看破的 韩力沉默了一下 漠然地问道 以道友神通 在下自身修为 怎可能发现什么 之所以发现前辈踪迹 全是因为此物 贾天目略一犹豫后 一张口吐出了遗物来 并一把抓在了手中 轻托了起来 韩力凝神一望下 赫然是一颗黑白相间的圆珠 但表面 隐隐有一团团的漩涡状灵气 若隐若现 这是何物 韩力隐隐觉得有些眼熟 疑惑了问了一句 难怪前辈不知道此物 这颗预念珠 是用一种稀有灵兽 镊形兽的内丹 炼制而成的宝物 可以将人神识 暂时提升背许之多 更能将灵觉 增幅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虽然每用一次 都要重放体内 培育数年之久 使用的后遗症也不少 但是在某些关键时候 还是大有用处的 贾天目老师的解释说道 将神识提升背许 韩力大吃了一惊 若是听到 能将人修为提升到背许的言语 他都不一定会如此惊讶 毕竟能临时增加人的 法力境界的手段 在灵界中虽然携手 但并非没有的 但是提升神识之力的 他还是到灵界后 第一次听说的 毕竟神识这东西 一般都是随着修为的增长增长 还和一些功法的修炼有些关系 一般来说 其他外物 根本无法对神识有何影响的 预念珠 聂形兽 韩力喃喃了一句 盯着对方右手中的珠子 脸上不禁闪过一丝异色 不过炼制此珠的聂形兽 几乎早在灵界绝技了 而且 此珠一旦被人动用过一次 就无法再被第二人使用了 否则一旦吞下此珠 反而会神念过于混杂 而发疯而亡的 贾天目见韩力此种表情 马上心中一凸地说道 原来如此 心中刚起了一丝杀机的韩力 一听此言又大失所望 眼角的急跳 也一下恢复如常了 不过 他看那颗黑色珠子 还是觉得眼熟至极 好像 他处物灼中 似乎就有一颗 韩力眼睛眨了几下 忽然想起了 当年在坠魔谷中 摘取灵主果实 斩杀的一头 不知名异兽的内丹 正和这欲念珠极其相似 难道那头异兽 就是所谓的孽形兽 韩力心念急转 心中骤然有些兴奋起来 他若是也能有 这么一颗欲念珠 岂不是可以催动的 士金虫数量一下 大增了近半 足可以下退 和应付一些生死大敌了 不过 韩力为了不让对方 看出些什么 下边没有再问 和欲念珠有关的什么事情 而是重新打量 他和一旁的人形傀儡一眼 淡淡地问了一句 看那些角赤族人 对阁下的重视程度 道友应该不是普通人吧 不知能否先介绍一二自己 在下不过一名上族三阶存在 只是懂得一些傀儡炼制小数 在族中 越有些名气而已 贾天木笑了一笑 轻描淡写地说道 是吗 能让角赤族长老慧 都如此重视 看来道友的傀儡数 恐怕实在非同一般 韩力目光闪动地说道 听到韩力如此一说 贾天木黑黑一笑 并没有接口此话 反而向四周一扫后 有些担心地说道 前辈 此地可不是九流之地 我等是不是先一起离开此地 然后再说其他之事 哼 此话倒也有理 不过 韩某可没有说过 和阁下一起走 你走你的独木桥 我走我的阳关道 阁下目标如此大 在下可不想第二次 还被殃及吃鱼 韩力哼了一声 如此地说道 接着他一扭声 提表轻光闪动 似乎就要腾空顿走 且慢 前辈难道不知道 越往前走 前面的封锁就越发森严 就算前辈顿数再高 恐怕也无法轻易地 顿出此区域的 在下却知道 一处秘密的传送法阵 可以直接顿出 脚吃足占领的区域 甲天木一惊之下 慌忙开口地嚷道 生怕韩力真的 就此一走了之 传送阵 道友不会用虚言相欺吧 韩力提表灵光一脸 重新回身地问道 一脸的意外之色 前辈放心 此传送阵 是我们天云十三族 专门为了我等 一些特殊人员 设立的秘密传送阵 到地方一看 就知真假的 若是在下所说不实 愿意任凭前辈处置的 甲天木笑容满面地说道 韩力听完之后 目露沉吟之色 脚吃足的巡逻队 的确是越往前走 就越发地频繁 甚至先前的那种银色占周 都出现了不少 他的确没有多少把握 可以安然通过如此森严的封锁 若是能有传送阵 直接传送到外边的话 自然是大为的稳妥了 虽然脚吃足和天云十三族 都和他没有多大关系的样子 但是看看脚吃足在绿光城中 那番近似屠城的举动 就知道 他就是将御霞献上 投靠此族 也根本不可能之事 倒是天云十三族 对十三族之外的其他族人 并未采取排斥之策 去他们控制的区域中 暂时寻个落脚之处 慢慢寻找返回 风源大陆的方法 倒是可行的 并且他身怀那两只御霞 同样也要设法处理掉的 这人似乎在万古族地位不低 说不定可以借助一二的 心中思量完毕 韩力点点头 神色一缓地说道 好 既然道友如此说了 韩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假道友带路吧 他的语气 一下客气了几分 假天云文言大喜 盲口中称谢不已 他傀儡所用的几种特殊灵食 全都灵力耗尽 没有韩力这位高人保护的话 凭一个区区的上族三阶存在 根本不可能潜入到传送阵处的 于是假天云当即一个盘旋 将两只被绞翅族人 伏略走的傀儡 重新找了回来 再将人形傀儡一收 就带着韩力 朝天空尽头处飞射顿走 一惊一轻两道惊鸿 几个闪动后 就在天边处消失的无影无踪 第1582章 邀请 一座被淡黄色光照笼罩的巨大城市 外面有超过上百大小不一的 银色战舟 悬浮四周 这些银色战舟 小的有千余丈大小 大的则足有万余丈之巨 犹如一座小城 耸立在巨大城市的正上方 在那只最庞大的战舟中 有十几名诀吃足炼须集存在 站在战舟最高处的 一座阁楼般建筑中 正眺望巨城中的情形 在他们身后 处的一把椅子上 却坐着一名肌肤银白 瞳孔此尽的年轻女子 这一干人等 有的在窃窃私语 有的则冲下方 剧成指指点点 而年轻女子 却目露沉吟之色 似乎在思量着什么 忽然阁楼入口 触灵光一闪 一道红光飞射而来 一个盘旋后 射向了年轻女子 年轻女子秀眉一条 单手冲红光一招 此光化为一团红色光焰 一落而下 女子单手托着光焰 神识进入了其中 竟有这样的事情 真是一群废物 半晌后 女子突然脸色一沉 冰冷异常地说了一句 其他人一听此言 心中一灵 不由自主地停止了言语 朝女子望去 尊者大人 出了何事 让大人如此不快 一名有些驼背的汉子 小心地问了一句 哼 一群上族七八街 去抓那贾天牧 结果一队人传送过去 全被灭杀得干净 另一队人 却连传送都未能激发起 女子瞳孔紫芒一闪 献出愉怒地哼了一声 怎么可能 那贾天牧纵然精通傀儡术 也不过是一名 区区的上族中阶存在 怎么可能反将追兵给灭杀了 另一名脸庞狭长的妇人文言 有些难以置信了 据活下来的人说 不是贾天牧做的 而是另一人出的手 年轻女子摇了摇头 另一人 难道此区域 除了眼前的衡水城外 还有其他圣族 在此区域逗留 一开始说话的汉子 未知一惊 不是何体积存在 而是一名上族七街 所以我说 那些人是废物 如此多人 竟会陨落在同街手中 年轻女子 瞳孔子芒一阵流转 声音也越发冰朗了 其他人见女子如此动怒的样子 均都沉默不语 不敢再擅自接口了 马上传信给图诗者他们一声 将出世地点 告诉他们二人 以后让他们负责 假天牧之事 我们专心攻打眼下的恒水城 女子话语冰寒如刀 一字字地吩咐道 图诗者另有任务在身 不会愿意过来吧 一人小心地说了一句 只要告诉他 出手之人 就是他们想要堵截的那人 他二人自会 老老实实地接下此事 女子扫了一眼问话之人 淡淡地讲道 救走假天牧的 就是图诗者想要找的人 所有人一经 面面相去起来 好了 此事到此为止 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在三天内 务必要攻下眼前的城市 只要此城一破 剩下的金甲城 就是一座孤城了 和落入我们手中 没什么区别了 你们按照计划行事吧 女子吩咐道 是 其他较吃足高阶存在文言 均都一攻身 恭敬地应声道 接下来 这些人就此离开了阁楼 纷纷飞回了自己负责的 大型战舟 一个时声后 在女子一声吩咐下 所有战舟体表灵光闪动 发出了震耳欲聋的 轰隆隆之声 无数韩力先前见过的 脚吃足甲氏 双头巨婴 以及数以百计的羽胶 从葛战舟中 一涌而出 在附近空中 排成整齐异常的队列 从四面八方 将聚成包围的水泻不通 这些脚吃足大军涌出后 一只只五颜六色的傀儡 也从战舟中腾空飞出 这些傀儡大多都是人形 小的和常人一般 大的却足有十余杖之高 而兽类傀儡 只有三只 但每一只 都有百余杖之巨 一只类似巨龟 但是同时生有三颗头颅 龟壳上遍布粗大尖刺 另一只虎头猿身 头顶身有巨大金色鹿角 第三只 却是一只酷似飞椅的傀儡 不但体型最大 并且通体洁白无瑕 仿佛是用金石炼制成一般 一剑脚吃足 这般大举进攻的样子 光照防护下的城市 也在一瞬间的沸腾起来 透过巨大光照 可以隐约看到 城市中许多地方 有一座座法阵亮起 随即一道道粗大光柱 从法阵中喷尸而出 纷纷注入到了高空的光照中 原本仿若实质的光照 变得更加金银闪亮 并且一个个仗许大符文 从罩壁上蜂拥而出 而在巨城中的一些建筑中 同时飞射出无数道人影来 不少人立刻驾驭顿光 直奔那些亮起的法阵而去 开始攻击 身处巨大战舟上的阴性女子 一声命令道 片刻功夫后 体型最大的三只傀儡兽 率先发起了攻击 只见巨龟龟壳一芒一阵流转 瞬间无数道粗大刺盲击而出 而那虎头原身的怪物 则一张大口 喷出了一道金色光柱 里面隐隐传来风雷之声 那只水晶般的巨蚁傀儡 却张口喷出了一大片浓浓的绿物 滚滚而去 几乎紧随着三头傀儡兽 所有战舟也同时底部灵光大放 一道道光柱铺天盖地的积事而出 瞬间功夫 轰鸣声大起 连绵不绝 仿佛惊涛骇浪 又好似天雷阵阵 一座巨大高山的山腹中 一座昏暗的殿堂中 到处昏昏沉沉 无法看清楚殿内的一切 但四下寂静无声 不知多少年 没人来过此地一样 但一小会儿功夫后 忽然殿内白光一闪 一个数丈大的法阵 赫然出现在大殿中央处 此法阵灵光闪闪 发出嘀嘀的嗡鸣声 接着光芒一圣 两道模糊人影 一下在法阵中浮现出 其中一人一身轻袍 年轻异常 另外一人却一头乱发 遮盖住了半边脸孔 正是韩丽和贾天穆二人 此地非常隐秘 是我们万古族一族修建的传送法阵 不到危机时候不准动用的 知道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了 这里已经远离脚吃族所占区域了 离我们天云十三族第三大城云城 也只是数日路程 贾天穆目光四下一扫 笑着说道 随之就见他单手一扬 一道法诀 射到了附近电壁上镶嵌的一颗金石上 顿时整座大殿灵光一闪 四周电壁上十几处地方 同时闪亮而起 将整间大殿映照得清清楚楚了 韩丽同样目光一扫 见此处殿堂不过百余杖大小 全都用清白两色巨石气城 看似普通 但是殿内干净异常 异尘不染的样子 于是他点点头 淡淡地说了一句 嗯 看样子 的确很久未有人来过此地的 不过 这里距离道友口中的云城 不知有多远路程 此城很有名气嘛 我听说 似乎你们万古族大长老 也到此城了 哦 韩道友也知道此事 呵呵 不过放心 云城离此地不过半月路程而已 云城是天云十三族的第三大城 此城构建之处非常奇特 名气当然不小 也是离脚赤族进攻方向 最近的大城了 大战一旦正式爆发后 云城多半就是我们 天云诸族的中心所在 假天幕却黑黑一笑 嗯 如此最好 我说此城如此有名 想来绝对不小 我正想找一座大城 办些事情的 韩力不动声色地回了几句 在下在云城 可是有临时洞赴的 也算是半个地主 道友若有什么事情 尽管找贾某就是了 太大的事情不好说 一些小事在下 还自信能帮上一二的 假天幕冲韩力 笑容满面地说道 在见时过韩力 如此轻易地斩杀掉 庶民同皆存在 假天幕自然知道 韩力不是普通的上族 故而 他虽然已经脱离险境 并且在万古族身份特殊 仍然起了一些 拉拢结交之心 多谢甲道友此言 倒是韩某说不定 真有些事情 需要道友援手的 韩力神色一动 倒也没有太过 推辞对方好意 现在的云城 十三族之外的 其他道友进此城的话 恐怕还真不太容易 特别像韩兄 这样的新面孔 更是有些麻烦的 不过在下亲眼见过 道友斩杀脚吃族 同皆存在 自然可以为道友做宝的 不过话说回来 韩兄直接加入我们万古族 担任客亲如何 在下自负在族中 还是能说上一些话 可以直接将道友 引荐给族中的长老 以道友的神通 肯定大受本族重用的 而担任本族客亲 其中的好处之大 可远超一般人想象的 在整个天云办什么事情 更是事半功倍 甲天木眨了眨眼珠 轻笑一声地说道 多谢甲兄美意 但在下 无法肯定会在天云待上多久 此事还是以后再说吧 韩力沉吟了一下后 才轻描淡写地回道 也对 此事以后再谈不迟 我等先马上赶去云城吧 在下在城中 颇有几个至交好友 到时也可以给 韩道友引荐一二的 甲天木热情异常地说道 韩力文言神色一动 但点点头的 没有接口什么 这时 二人已经走出了传送阵 直奔大殿大门去 推开殿门 外面是一条轻蚀通道 盘旋蜿蜒向上的样子 韩力和甲天木 当即化为两道顿光 一闪即逝地没入通道中 片刻功夫后 一团白光和一道青红 从一座大山的山腰处 飞射而出 几个闪动后 就向某一方天边破空射去 第1583章 云城 这就是云城 韩力身处青光之中 抬手望着远处天空 脸色变得古怪异常 不错 顾名思义 云城是灵界中 仅次于天空之岛的 第二种 可以悬浮空中的居住之所 虽然无法像天空之岛般 可以慢慢地在空中随风漂流 但是随着季节变化 也可以自由升降高度的 站在韩力旁边的甲天墓 一年下巴上的几根短须 有些自豪地回到 如今 他二人身处一座小山的山头之上 而远处数百余里处的高空中 赫然有一座 悬浮不动的巨型城市 城市身处离地数万丈的高空 不但白云缭绕 通体更是用不知名的某种 白色材料修建而成 此城色身处如此高地方 外加体积庞大 让人第一次见到之人 均都不由地心中骇然异常 另一惹人注意的地方 是围统俱成的 十余颗洁白异常的巨大球体 每一颗远远看去 似乎不算太大 但若是近前的话 却可看清楚看出 竟是直径万丈的庞然大物 至于这些球体的准确数量 因为只能看到云城一面的缘故 韩力倒还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那是何物 韩力在骇然过后 冲那些球体一点 忍不住地问道 韩道友说的是这些云城之位 万古族和石俭族合力协作下的 惊心之作 是云城防御的杀手锏之一 具体的情况 道友进入云城后 只要稍一打听 就可知道了 哈哈 现在荣家某卖个关子了 贾天木进入出神秘笑容地说道 韩力听到此话 有些无语了 不过他倒也没有真追问 此事不放的意思 当即怀着对这座云中之城 好奇之心的顿光义气 化为一道清光的腾空飞气 贾天木也同样白光义气地紧随其后 在数百里外时 尚未对此城体积有何太清楚概念 但真一接近此城百余里后 云城的巨大 即使见多识广的韩力看清楚后 也不禁倒吸了一口气 如此近距离看去 云城几乎遮蔽了前方大半天空 在路上 他们也开始远远看见 其他异族修炼者的顿光 以及一些兽车 灵舟等形状各异的飞行法器 随着越来越接近云城 异族修炼者的数量 也不断激增起来 当韩力用肉眼可以看清楚 自己方向的一颗巨大球体时 附近来往的顿光数量之多 已经目光所及 漫天都是 不过不知为何 几乎所有人 一接近那巨大球体时 全都乖乖地绕道而行 没有一人敢经过 此球附近区域 韩力见此 自然忍不住地仔细望了几眼 在瞳孔深处蓝芒闪动下 球体表面的一切 几乎近在咫尺地 出现在了其眼中 很快发现 这些庞然大物所用的外部材料 和云城是同一种材质 但是细看之下可发现 球体看似光滑异常的洁白表面 竟有淡淡归痕遍布其上 这些球体 仿佛用无数块材料 拼凑成一板 而拼凑的材料 几乎每一块表面处 都阴影有晶莹两色的符纹 闪动不已 让这些球体一个个 显得神秘万分 韩力眉头一皱下 也不客气地 将神念往此球体上一扫 结果方一接触球体表面 就一股强大的静止之力 一抬而开 根本无法没入球体之内分毫 韩力倒并未觉得奇怪 如此神秘的东西 若这般被他弄清楚里面的一切 反而会让他有些吃惊了 倒有切记 你身上若是携带金属类宝物和材料 一定不可接近他们千丈之内 否则一切金属东西 都会被他们强行射去 并吞噬进去的 而因此 造成的一切损失 云城是不会赔偿丝毫的 假天木见韩力不停打量远处的球体 出言提醒道 还有这种事项 韩力有些诧异了 目光一扫 众多经过附近的他人 其实已相信了七七八八 附近的不少顿光方向一变 纷纷朝云城的一个巨大城门飞去 在此城门处 数十名身穿统一战甲的门卫 正神色肃然地站在城门两旁 并对那些想进入城门的人 一个个地在检查着什么 这种小心的检查 果然只是针对想要进城的修炼者 那想出去的 则根本无人过问一下 而这些门卫身体上穿着的战甲 从头到尾 全都包裹得严严实实 但是体型大小不一 悬殊巨大 似乎并非同一种族之人的样子 韩力见此情形 双目不惊一眯 但顿光不停 片刻功夫 终于和假天目 一同来到了城门处 这时附近一些顿光 正不断朝下方落去 正准备接受检查的修炼者 有十几名的样子 其实所谓的检查 不过是几名守卫 拿着一块块试样奇特的法盘 对准那些陌生面孔上 扫尸的不停 同时另外一人 一边将一些东西书家进了里面 整座云城的高空中 并未出现一些光照之类的静置 但偏偏云城上空处空空如也 并未有任何一道顿光感直接飞越 那数百丈高的城墙 直接没入城中去 这一次 假天目并未出言接口什么 微微一笑后 突然从等待检查的 数名异族人后面走了过去 这类似插队的举动 自然引起了其他那几人的一些不满 但是这些异族修炼者 大都是筑机结单左右 神念一扫假天目 发现静对方是一名上族之后 马上一个个闭口不言了 甚至丝毫怒涩色都不敢显露出来 但是 见假天目的此种举动 自然一下引起了守卫的注意 数道灵力寒芒 同时朝假天目身上一扫而去 这几人修为 似乎都不在假天目之下样子 但假天目面对此景 却不慌不忙地袖袍一抖 一块巴掌大的乌黑令牌 一飞而出 直奔看似为首的一名守卫射去 那名守卫目光一正 但马上反应过来的一把将令牌抓去 并低手凝神望去 而与此同时 假天目嘴唇微动 但未有丝毫声音发出 近尸斩出了传音术 但是 让这些异族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 那名为首的守卫 先是一看清楚手中的令牌后 目露出了骇然之色 接着再一听到假天目的传音之语 顿时再无任何怀疑之意 当即几步向前 双手将手中令牌还给了假天目 并遗失礼的恭敬异常地说道 原来是万古族的假大师 大师快些请进 贵族的几位 长老早就有吩咐下来 若是大师一旦安然返回云城 请立刻前去天旭阁见他们 对了 鉴于现在城中可能混进来 搅吃足的奸细 在下会立刻派几名护卫 直接护送大师到天旭阁去 哦 几位长老都在天旭阁了 就算不说此事 我也会马上见他们去 至于护卫的事情 暂时不用了 只要不是合体级存在的偷袭 想来都安然无事的 你们继续忙你吧 对了 韩道友并非我们天云人 给他准备一个最高级别的自由身份牌 我可以做起担保人 假天目接过令牌后 竟用吩咐的口气沉声道 是 大师 那名守卫文言一正 但马上满口答应报 这时 韩力也不慌不忙地走了过来 几名守卫 立刻用手中的法盘 同时冲其微微一晃 韩力感到 从那些古怪圆盘上 瞬间放出一股股轻微之极的灵压波动 随之数股神念之力 突然从这几名守卫身上放出 然后静一下汇集融合一体 往韩力身上一扫而过 韩力心中一惊 随之目中闪过惊讶之色来 这种可以将数人神念融合一体的功法 他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云城真不愧为天云十三族的核心大成 随便一个门卫看守 竟都身怀这种不可思议秘书 不过那几名守卫 一探测完韩力修为后 顿时几人均都心中毅力 上族七阶存在 即使在天云十三族这等种族联盟 自然也是罕见异常的 当即那名为首之人 看了一看手中的法盘后 并未有脚吃足血脉的反应 当即心中一松的冲韩力说道 前辈 既然有假大师做担保 并且 你也通过了最初的检测 我等马上就给你练制一块高阶身份牌 有了此牌后 云城中除了一些机密种地外 其余地方前辈都可通行无阻的 那有劳阁下了 韩力倒是表现得和善异常 这名化身级守卫 口中也客气得连称不敢 而此位先前所提的 派人护送贾天穆之事 此刻自然也不再提了 显然他也认为 有韩力这么一位上族七阶存在 自然无需 他再派人了 下面的事情就简单了 片刻功夫 这些人就炼制了一块 暗含有韩力简单资料的玉牌 递给了韩力 然后为首之人一挥手 顿时让出了一条通道来 贾天穆也没有客气 当即大步向城中走去 韩力则不慌不忙地紧随其后 假道有 刚才那几人将庶人神念 融合唯一的功法 到底是何种秘书 若有此种神奇秘法的话 用来对敌 岂不是一等一的大杀器 二人方一走入城门里面 韩力忽然开口地问道 第1584章 天云诸足 韩兄说的是宁神贵一术啊 此树的确神奇异常 是清族所创的秘书 但是修炼此树 可是苛刻异常的 不但需要是出自相同血脉的同胞兄弟 而且修炼的功法和修为境界 都必须差不多 才可以施展此种树的 而清族和其他诸族不同 所生族人大都是同胞连体人居多 一胎六七位都是常见之士 但稍大一些后 他们就可自行分开的 云城四个城门处都配有清族人 专门负责探测入城之人 施展此树后 树人神念融为一体 就是境界高他们三四层 也无法瞒过他们什么的 假天穆笑着解释了两句 原来如此 韩某真有些孤陋寡闻了 但在下对此树还是有些兴趣 道友可知道此树修炼之法 韩力听完后先有些失望 但转念一想 仍觉得此树甚为神妙 不禁打起借鉴和改进主意 如此地问道 宁神术并非清族特别重视之法 外边虽然流转不多 但是贾某还是能设法找来一份的 道友真想要的话 回头我会设法复制一份来 假天穆大方异常地说道 多谢了 韩力听了露出了笑意 并移抱全地谢道 哈哈 这是小事 韩道友对假某有救命之恩 这点事情算什么 对了 在下先要去拜建族中几位长老 下边恐怕不能和韩兄同行了 这是在下在云城的洞府所在 道友几日后 就可去取在下先前承诺的通灵傀儡 不瞒道友 此等皆傀儡 在下洞府中就有两三只 但是赠送外族人的话 在下还得经过族中长老同意才可 不过尽可放心 在下在族中还有些地位 此事绝无问题的 假天穆一笑 抬手递给韩力一块石片 说出了告辞之言 这十二人已经走出了城门 眼前出现了一条宽敞大道 两旁都是高矮不一的商铺 有不少人走在上面的样子 算不上熙熙攘攘 但是说不上冷清 也好 在下也有些事情 就和道友再次分手吧 韩力接过来石片后 用神念往里面略一扫后 微笑地回道 云城中是天云诸族同居 外来异族之人更是不少 有的人一待 就是数百年 甚至上千年都不肯离开 所以 城中除了一些临时的住处外 还另有专门租赁洞府的 只是费用实在不费 但韩兄想在此城逗留 时日较长的话 想来这点费用 绝不成什么问题的 另外 道友还要切记一件事情 在城中千万不可和人争斗 或者轻易动用灵力 否则一辈尽致发现 轻则逐出云城 重则废去法力修为 此点 就是我等十三族的长老 也不会轻易违背的 好了 在下就此告辞了 贾天牧又专门相道了许多 就真的一转身离去了 韩力未多挽留 远远目睹贾天牧拦住了一辆 被两头梅花路般 灵兽拉着的灵车 坐上此车 飞奔消失在街道另一端尽头处 他这才将目光一收 仔细打量了一下街道两旁 此地不愧为天元十三族的重城 两旁的建筑不但密密麻麻 而且风格各异 一眼望去 几乎没有任何两座一般模样的店铺 这些建筑 有的高达百余杖 仿佛小山般庞大 有的高不过树杖 但偏偏精致秀美 有的修建得四四方方 和人族阁楼相仿 有的外形则酷似一棵巨树 通体翠绿闪闪 韩力只打量了一会儿 对此城彻底感兴趣起来了 说起来 天云十三族名义上是十三个种族 但不知从多少万年起 诸族在一起混杂生活 无论任何行动 十三族都只是同一体进退 若不论血脉不同的这层关系外 天云十三族 几乎就可是作同一大族而论了 而十三族 虽然每一族势力都不算太强 远远不能和角吃族 这等灵界大族相提并论 但是十三族联手下 却和角吃族实力相差的并不太远 大有一战之力了 这也是天云紧挨角吃族词等 超级大族旁边 却仍能一直自保的原因 而实际上 角吃族和天云间的战争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场的 不是角吃族侵占了天云的一些领地 就是天云十三族联手下 在夺回自己的师弟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 还是势力更胜一筹的角吃族 占了一些上风 但是天云诸族互相取偿补短之下 也没有吃太大的亏 故而这一次角吃族的突然进攻 并未让天云诸族上层有何意外之处 并且迅速反应过来 开始集中人手准备迎面痛击了 这些话都是贾天木在和韩利当初同行时 在路上无意中透露出来的消息 据贾天木所讲 天云固然面积辽阔异常 但相邻大族也并非只有角吃族一家 还有实力同样不次于天云的业族 以及比他们稍弱些的暴民族 当然天云附近还有众多的其他小族存在 但这些小族一般来说 只能依附或加入这些大族 而获得在此地区立族的权利 否则不是被抹杀 就是被逼得远顿而走 另寻存身之所 这让韩利对此地区诸族的大带环境 有了一定的了解 现在他一边打量着两旁街道 徐徐步行 一边心中飞快思量着下部的行动 毫无疑问 他首要目标仍是找到 可以直接将其传送回天云大陆的超级传送阵 但是此等接传送阵 肯定不可能被个人掌握 十有八九落在了某些大势力手中 若想借用传送阵 恐怕就不得不和这些大势力上层打交道了 这也是他当初并没有一口回绝贾天木邀请的原因 不过 到底是否真的接触天云族上层 还得在他打听完相关消息后再说 他现在迫切要做的事情 是先在云城中找一处落脚之处 然后一步步慢慢寻找线索 心中既定后 韩丽不再迟疑 目光在四周的商铺上一走 随意选了一家酷似人族阁楼的建筑 走了过去 商铺不算太大 只有两层而已 而看里面货架上的摆设 五花八门 似乎是一家很普通的杂货铺 店里掌柜 是一名墨绿族的律夫人 原本正坐在柜台后面的一把椅子上 一见韩丽过来 当即满脸笑容的起身相迎 这位前辈 想要些什么东西 本店专门出售云城数种特产之物 地图 以及一些 这位看起来四十余岁的一族人 虽然只是住基7左右修为 但在韩丽面前倒也毫无惬意 先试了一礼后 一连串的介绍先出口了 言语熟练异常 这也难怪 以对方修为之低 恐怕原因级和恋虚级 都是无法分辨清楚的 而云城秀为高深之背比比皆是 见得太多了 自然也就变得这般模样了 来一张云城池图 越详细越好 另外 我再向你打听几件事情 韩丽打亮了眼前之人两眼 突然袖袍一动 一块中阶金石飞射而出 同时口中淡淡说道 这是小店最好的地图 前辈有事情 尽管问 晚辈一定知无不言 掌柜一接着金石 立刻眉开眼笑地 从货架上 取出一块淡红色石片 交给韩丽 欣喜地说道 一盏茶功夫后 韩丽神色平静地走出了店铺 然后随意在街道上 拦了一辆售车 冲车夫说一出地名后 就在车厢中闭目打坐了 而车夫立刻驱动售车 向前急驰而走 售车带着韩丽往 最近的云城一脚而去 不知横穿了多少条街道后 两个时辰后 售车终于在一片 外形古怪的巨型建筑前 停了下来 韩丽随意扔了几块零石 人就从车上走了下来 并从容地看了一眼面前的建筑 这是一个高高谷谷 外形仿佛丘陵般的古怪建筑 通体都是用一种 类似沙粒的淡黄色材料 修建而成 此东西看起来 竟然足有千余杖之高 远比附近的其他建筑 高出了不知多少悲剧 而这建筑的表面 则密密麻麻地 遍布着数十个大小不一的门户 偶尔有人 从里面推门飘出 飘近 如此怪异的建筑 远远看去 如同一个超级风潮一般 韩丽在原地 足足发振了好一会儿 才将目光往下一落 望向了建筑底部的 一扇大厂的大门 在此大门两侧 各写着一个古怪文字 即使以韩丽掌握的 如此多一族文字 竟然也根本无法辨认出 那是哪一族文字 韩丽并未迟疑多久 摸了摸下巴 还是抬腿向大门走去 一进入大门 里面竟是一间 出奇宽敞的巨厅 此厅 足有二百余帐广 四周和地面 铺着碧绿色的美玉 四周还摆着 一排排数尺高的花盆 里面种植着一些 看起来异常艳丽的 菱花菱草 而在大厅中间 却孤零零地摆放着 一个乌黑破旧的木桌 桌子上趴着一名 头发雪白的人 一身灰色长袍 却无法看其面目 看其一动不动的样子 似乎正在熟睡中 给我一间偏僻些的房间 我要住上数日 韩丽悄然地走到了桌子前 淡淡地说道 第1585章 在遇旧时 韩丽的声音不大 但是落在老者耳中 却如同雷鸣 足以将其从沉睡中 一下唤醒 啊 原来是客人上门了 晚辈这就给前辈 找一间上房 老者趴扶的身子一抖后 一下惊醒地坐直了身子 并慌忙 从身子下方 掏出一个白灿灿 类似帐步的古怪法器 飞快地在上面 查找了起来 韩丽见此 眉头一皱 眼前老者也是修炼者 怎会丝毫警惕之心没有 刚才好像真的睡过去了 并非在装模作样 他心中一动 随意地往老者脸上看了一眼 结果下一刻 一下吃惊地失声起来 你 你是像师兄 你还活着 怎会在此地 这老者脸色焦黄 略带病容 但眉眼略带圆滑之色 竟是当年在人界早一步 进入空间节点的像之里 他那位名义上的像师兄 他和胡老魔 疯老怪等人的原神灯 当初可都在进入节点后不久 先后灭掉的 早被认为应该陨落掉了才是 现在默然地见 怎不让韩丽大惊失色 声音都有些改变了 老者一听韩丽之言 原本正在低手 查找什么东西的动作一顿 半晌后 才缓缓抬起手来望向对面 韩师殿 真是你 老者喃喃地说道 脸上的表情 似哭似笑 显得古怪异常 正是韩某 你现在修为和气息怎么 韩丽口中一边回道 一边神念下意识地 往向之里身上仔细一扫后 又一下神情不定起来 原本在人界 就已经是化神修士的向之里 此刻修为赫然降低到 只有结单七左右 并且气息衰弱异常 似乎元气大伤的样子 韩师殿 你也是从空间节点到的灵界吧 看你修为 法力还大尽了 不过 这里不是说话之地 这一会儿 也不会有客人来 先跟我来 另找一处地方说话吧 向之里正正地 看了韩丽好一会儿 脸上神色变换了一会儿 忽然想起了什么 急忙一起身 带着韩丽冲大厅的一处 偏门走去 韩丽犹豫了一下 但还是跟了过去 进入偏门后 是一条长长的走廊 两旁种着一些奇异花草 向之里并未带着韩丽走出多远 直接在附近推开一扇石门 请韩丽进去了 师弟请坐 小老万万没想到 还能在有生之年 重新见到韩师弟的 但像某这番落魄模样 原本也实在羞于贱人的 两人方一坐下 向之里苦笑地说了这么一句 声音消沉至极 和当初在人界时的大修士模样 截然不同了 当年通过节点时 你们出了何事 他们二人尚在吗 韩丽沉默了一下 直接问起了自己想知道的事情 疯老怪和胡老魔是陨落掉了 我们通过节点时 实在运气太不好了 竟然一连数次碰到了空间风暴 最后一次 竟是两波空间风暴 重叠爆发一起 三人中 只有我一人活了下来 但我也因为频繁施展保命秘法 修为几乎丧失殆尽 现在这点修为 还是这些年 一点点重新苦修回来的 向支里叹了一口气 有些无奈地说道 那空间节点 的确危险异常 向师兄能存活下来 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不过 当初你们留在人界的本命灯 可是已经熄灭掉了 而且 你怎会出现在雷鸣大陆 为何没有出现在人族飞升之地 韩丽安慰了一句 但又疑惑地问道 本命灯灭掉之事 估计应该是因为 我施展的保命秘术有关 用那换命大法 的确和本人重新换条性命差不多的 至于为何身处此大陆 我也不太清楚了 当初被空间风暴卷入其中 虽然依照秘术保住了一条性命 但一脱离空间节点 就身处天云此地了 要不是碰到有人相救 甚至现在都无法活下来的 听师弟口气 从节点出来 却是身处在灵界人族地区 如此的话 当初节点空间风暴太过诡异 将我等路线吹偏了过去 向支里一回想起 当初在空间节点中的经历 表情难堪异常了 这一次 韩丽没有接口什么 只是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向师兄怎会在此地做事 和这家客栈主人是何关系 未想过重新回到人族吗 韩丽并未多深究什么 而是神情易明地问道 这家客栈主人 是一名石俭族人 也是当初对我有救命之恩之人 他心肠不错 修为不弱 似乎在石俭族中 还有些地位 我一方面为了报恩 一方面也实在无处可去 只能暂时帮其做事的 至于回到人族 向某早就对此死心了 虽然天云十三族 的确掌控着一座 可以跨大陆的传送阵 但那传送阵每一次开启 据说消耗之大 都能让圣族存在 都倾家荡产的 可不是用普通零食能驱动的 就算向某修为如初 也远远没有资格使用此法阵的 再说 就算侥幸真有办法传送到风源大陆 我如今修为如此低下 再加上元气大损 也根本没有希望通过蛮荒世界 回到人族区域的 向某如今情况 也根本丧失了冲击炼虚的可能 也不打算再冒什么风险 已经打算就在此地中老一生了 向之里摇摇头 神色略微一暗地说道 听到向之里的言语 韩丽也不知道 说何安慰之语 一时无言了 对了 在下还未询问师弟的经历 我虽然无法回到人族 但同样 想听听灵界人族的情况 师弟能否给向某 大概说上一说 向之里忽然想起了什么 神色略好些地问道 我的经历没有什么好说 只是沿着师兄当初 传来的坐标 在修炼至化神境界后 也找到那处节点 然后和那只同样 境界化神的冰凤 联手进入的节点 但我的运气稍好些吧 虽然同样 遇到了空间风暴 但总算侥幸借助 冰凤的空间神通 撕裂空间逃了出来 至于人族的情况 据我知道的 也不过是能在灵界立足 勉强可以自保而已 具体的情况 韩丽将自己的事情 简单说了一说 也根本未提及 自己也曾经修为近师之事 而人族的事情 也并非什么需要保密的事情 韩丽也简易些告诉了对方 三境七殿 圣皇妖王 原来我们灵界人族 也有不少合体级存在 如此的话 小老总算能放心了一些 向之里听得仔细一尝 半赏后才听完韩丽所说 长吐了一口气 韩丽再次沉默了 但是过了片刻 目光闪动几下后 默然开口问到了 天云十三族 真有一座超级传送阵 向师兄 是从何处知道此事的 何哥 怎么 师弟也想打此传送阵的主意 超级传送阵的事情 并非什么值得保密的事情 不但天云有 就是角吃族和夜族 也同样有一座的 附近的大族 大概只有暴民族 没有修建吧 要是我说 师弟还是算了吧 那夸大陆传送阵 根本不是合体以下之人 有资格使用的 况且 你还不是这几族之人 更难有机会的 好在天云十三族 并不太排斥其他外族之人 韩师弟 不如就在此地住下修炼吧 也能和向某作伴一下 等以后修为大进 再设法回到人族 也不迟的 对了 师弟现在到底修炼到了 何种境界了 我现在只感到 师弟气息 比在人界十强了不少 但修为到底如何 却无法感应出来了 向知里微微一笑后 又好奇地问道 传送阵之事 我还要多加思量下再说的 至于修为 在下在前不久 侥幸境界到练须境界了 韩力并没有隐瞒自己修为的意思 坦然地说出了 炼虚 师弟竟然修炼得如此之快 这么说 师弟已经再无 受缘困扰之苦了 向知里闻言 嘴角抽出了一下 不禁羡慕异常起来 名义上说是受缘无限 但是有那三千年一次的 大天劫存在 怎可能真的长生下去 那天劫一次比一次凶猛 若不飞生真仙界 早晚仍是陨落之深的 韩力淡笑地说道 话不能这么说 师弟一进皆练虚后 起码受缘要数以万计的 以后大可长松一口气 慢慢修炼的 以师弟的资质 怎知道无法修炼到最后一步 最终得以飞生仙界的 向知里一咧嘴 连连地摇头 飞生真仙界 我们人妖两足 如此多万年间 天赋资质过人之辈 比比皆是 但是能走到最后一步的 又能有几人 小弟也只能走一步 看一步而已 韩力苦笑地说道 呵呵 此事我们以后再谈吧 韩师弟 现在我店中住下 现在我还需照看下客栈 等晚上有空时 我再到师弟房间戏谈吧 师弟不会拒绝小老的造访吧 向知里向门外望了一眼 忽然轻轻一笑地说道 嗯 也好 我出道云城 也同样有些事情 需向师兄请教一二的 韩力目光一闪地点点头 满口答应道 于是向知里为韩力 挑了一处上好的清静房间 位于偏僻角落 并亲自引韩力住下 而他则重返大厅了 韩力在房间中则 不止一下一个隔绝静置 自己盘膝坐下 面露沉吟地思量起来 秦然在此地意外遇到了向知里 让他不得不好好想上一想了 第1586章 金足 到了晚上的时候 向知里果然来了 并且和韩力一聊 就是足足一晚上 韩力从向知里口中得知了 有关云城和天云十三族 许多原先不知道的情报 直到天色江明的时候 向知里才精心地起声告辞了 但是当韩力将其送到门口的时候 向知里似乎想起了什么 忽然一扭声 面带一丝迟疑地说道 韩师弟 我是不可能回到人族去了 但你却仍可能有这一天的 师弟若是哪一天想离开云城 远去其他地方时 先来师兄 我这里一趟好吗 我有些东西留给韩师弟 还有一件事情拜托的 不过师弟放心 只要能回到人族 此事对师弟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并且也大有好处的 什么事情 现在不能说下吗 我还真说不准的 万一遇到突发事情 不一定能来得及 向师兄这里告辞的 韩力听到此话一正 略意沉吟后 如此地问道 不瞒师弟 此事 现在有些不便明说的 并且 我还需要花些时间 才能准备好一些东西 师弟最好还是 到时来一趟的好 否则错过了此事 你我也许 都会大感遗憾的 向师弟摇摇头 并大有深意地说道 听到向师弟都如此说了 韩力自然给了一句 会尽量地沉默 向师弟点点头 这才转身离开了房间 韩力望着向师弟一闪地 从屋门外消失了 脸上却泛起一丝异色来 忽然单手冲屋门一抓 顿时一股距离一息 木头座的屋门一晃下 瞬间地重新关上了 与此同时 房间四壁白侠一范 一层静置自行激发 含力不慌不忙地 走到屋子一角 在一块蒲团上 重新盘膝坐下 脸上不知为何地 露出一丝淡淡笑容 但双目引有寒光闪动 不知在想些什么 第二天 韩力待在屋中打坐休息 并未有丝毫出门的意思 到了第三日早上的时候 屋门才轻轻一开 他才悠然地 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未再到下方的大厅 去找向支离 而是直接从本层的一个出口 轻飘飘地一路而下 到了一族客栈的街道上 韩力似乎早就想好了 要去何处 随意地拦住了一辆寿车 说出了一个地名后 寿车就在街道上狂奔起来 透过寿车的窗户 韩力将街道上的 一切都看得真真切切 当目光再次扫到 极远处城墙外的 那个巨大球体时 韩力心中微微一动 经过昨夜和向支离的 一番交谈 他自然知道 这些庞然大物的真实面目了 这些巨大球体 竟然是13只超大战争傀儡 据说威能之大 足可抵的一名合体初期存在 而13只傀儡 也恰好天云13族一族 负责掌控其中一只的 有如此可怕的战争傀儡 云城防御之强可想而知了 怪不得天云诸族 会将此城当作 抵挡脚翅族的中心所在 起码不用担心脚翅族派骑兵 突然加以偷袭此城的 韩力目光 很快就从远处球体上收了回来 闭上了双目 他所去的地方并不太远 售车只是急行了半个时辰后 就到了一条有些偏僻的小街上 韩力随手扔出几块零食 就跳下了售车 并左右旁固了一下 别看街道不欺 但是街上行人数量 明显比那些主街道 要多出许多的样子 而在街道两旁的商铺不大 静静出出之人 也是同样不少 生意颇为新龙似的 韩力点点头 望了一眼面前 近在咫尺的一家商铺 望了望其门上挂着的牌匾 当即面无表情地走了进去 店铺有数十丈大 四周全都是一排排的货架 上面全都布满了 密密麻麻的石片 玉碟 银牌等五花八门的点击类东西 但所有东西 都被一层层晶莹闪亮的光幕遮蔽着 这竟是一家专门出售点击的店铺 据像智里所说 虽然云城各种店铺多如牛毛 但是韩力感兴趣的几种叫出名店铺 却大多集中在此条街道上 如今一看 果然不假的样子 虽然店铺不大 但各类点击似乎真不少 而店铺中还有其他几名异族人 全都在货架前自行地看着什么东西 都是结单级存在 这些异族似乎都在全心挑选着东西 并未注意到 有韩力这么一位上族高人走了进来 至于店铺主人 却是一名年纪轻轻的女性异族人 看起来只有十七八岁 但是皮肤晶莹如雪 两耳尖尖 眉宇间镶嵌有一颗黄豆大的乳白色金石 一对美目更是闪动着深邃目光 给人一种极具智慧的感觉 金族 韩力却为之一金 如今的他 自然也对天云诸族有了不少了解的 金族也是天云十三族之一 但是此族却胜为奇特 不但族人少得出奇 据说总共数量也不过百余万之多 并且个体实力相对其他诸族也较为弱小 但此族却偏偏受缘极长 几乎是人族的三到四倍之久 而且 每名金族都容貌俊美秀丽 智慧极高 几乎人人在炼丹 阵法 俘虏等上面都能很轻易地有极高造诣 故而 金族极受他族欢迎 即使本身对争权夺势并不感兴趣 在天云十三族中排名也并不算低 那名金族女子也注意到了韩力 一对漆黑美目往韩力身上一扫后 脸上献出一丝诧异之色 竟似乎看出了韩力的修为境界 她立刻一起身 走了过来 并先先一礼 欢迎上族前辈光临小殿 不知晚辈能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女子说话斯文异常 未见其动作有何太过异常 但偏偏一举一动 都给人一种极其优雅的感觉 果然和传闻中一样 此族还真是大意于自己以往 见到的其他一族 韩力心中嘖嘖称奇了一下 但表面并未流露出何种表情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不用如此麻烦了 我先自己看看再说 倒有先忙自己的事情就是了 那请前辈自行观看吧 金族女子不卑不亢地点下头 没有多说什么 在失忆里 就自行退了回去 不过金族女子这番举动 却一下惊动了那些 正在挑剪点击的玩家 刷的一下 他们用惊讶的目光望了过来 结果均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自然看不出 韩力的境界分毫 但是那深不可测的修为 足以让他们知道 韩力境界之高 根本不是他们能想象的 这几名异族 一个个变得神色不安了 有人马上悄然地转身离开了 有的却随意挑选了一些点击 当即匆匆忙忙地离开了此地 转眼间 整间店铺中 就只剩下韩力和金族女子二人了 韩力对这一切视若无睹 自顾自地走到附近的一个货架前 打量起上面的各类点击来 光从表面自然看不出什么东西来 韩力神念一动 立刻侵入光幕 往其中一块石片上一扫而去 这些光幕果然奇特 神念只能看到 石片中的一些简单介绍的资料 想要看正式的资料时 却隐隐感受到了禁止的阻碍 当然 以他神念强大 若想强行侵入的话 这些微薄禁止 自然无法阻挡分毫 但同样 此种举动 自然也不可能不会被店主人发现的 稍微有点身份之人 又有谁会做此等事情的 韩力在眼前书架上只看了几个 发现大都是一些介绍各族风俗习惯的 自然不怎么感兴趣 当即脚步快了几步 身形挪到了另一个货架前 再次用神念扫尸起来 这一次似乎找对了目标 韩力只看了两个 脸上就露出一丝喜色来 当即单手冲里面的一块蓝色玉蝶一招手 顿时此物飞射而出到了其手中 就这样 韩力在店铺中一个个地寻觅起来 转眼间就收取了二十多块点击 然后 她才心满意足地走到了金族女子身边 将所有东西 往其身前桌子上一放 口中平静地问了一声 多少零食 这些东西我都要了 金族女子看着眼前一堆东西 脸上掩饰不住一丝亚色来 但美目一阵流转后 忽然笑着说出了 让韩力大感意外的话来 这些东西值不了多少零食 前辈尽管拿去就是了 怎么 倒有觉得 我会付不起这点零食吗 韩力先是一正 但随即脸色一沉 口气一冷地说道 晚辈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晚辈另有一件东西 或许前辈会感兴趣 前辈若是想要的话 这些点集 就算晚辈附带赠送给前辈了 金族女子奄然一笑 竟如此地说道 哦 什么东西 姑且拿出来看看吧 韩力一正 神色一缓地说道 晚辈稍后 此东西比较贵重 晚辈放在屋内了 金族女子听韩力这样回道 面带一丝笑容 随即立刻转身 向店铺中的内堂走去 韩力也不在意 静静地等在那里 片刻功夫后 女子手捧一个 乌黑金属匣子走了出来 匣子表面 竟然交叉贴着两道青色浮露 一副正中异常的模样 前辈看看匣中之物吧 晚辈相信 此物对前辈极其有用的 否则 晚辈也不会主动拿出来的 金族女子冲韩力 微微一笑地说道 似乎知道些什么似的 第1587章 天外魔甲 韩力听到金族女子此言 没有浪费时间再多说什么 直接将黑霞接了过来 神念往霞中微微一扫 霞盖虽然贴上了静止浮露 却不足以完全阻挡她的神念 让其感应到了一些什么 咦 韩力发出了一声轻疑 望了金族女子一眼 脸上现出了一丝亚色 看来你似乎真知道些什么 倒不是虚言夸大 韩力双目一眯地缓缓道 晚辈也是有一半是猜测的 前辈何不打开 仔细看上一看 然后再决定是否真要此物 对了 此地不太方便 我二人去另一处地方详谈吧 女子眸中金光一阵流转后 奄然一笑 随后她单手一翻转 手中多出了一件法盘 朝门口处看了一眼 就单手掐绝 同时口中念念有词地冲法盘一点纸 法盘顿时光芒大放 一片五色光霞 向四面八方飞卷而去 此女和韩力 一下被照在了这片光霞中 韩力眉梢一动 从这片五色光霞中 感受到了不弱的空间波动 她目光闪动几下 双足却原地动也不动 丝毫躲闪之意都没有 这些光霞围着韩力滴溜溜一转后 净化为一个五色光阵 韩力只觉四周一切景色 漠然一模糊 人就身处一片灰蒙蒙的空间中 此空间极小 不过十余丈大小 除了角落中的一张桌子 和两把椅子外 就空无一物了 不过 在韩力脚下处却有一个闪动五色光芒的传送法阵 一旁的金族女子 同样含笑地站在一旁 这里是我请人特别开辟的一处小型空间裂缝 再次交谈的话 绝不会被什么人探测到 当然以前辈的神通 即使没有传送法盘 想强行返回原来空间也是 一如反掌之势的 金族女子一抿红唇 优雅地说道 韩力神念意接触四周空间障壁 自然从强度上感应词女所说不假 当即满意地点点头 不再客气地单手往峡上一扶 顿时一片清光闪过 两张浮路立刻飞落而下 峡盖也一下被打开了 一股黑气 漠然从峡中飞卷而出 围着峡子呼啸一卷 就要像四周就此弥漫开来的样子 但韩力却似乎早预料到了此幕 突然一张口 一片金峡飞出口外 所有黑气被峡光一卷之下 净化为一根黑色雾主 被韩力一吸而入 直接吞进了腹中 好精纯的魔气 韩力面上金光一流转 竟仿佛大补一般的淡淡道 这些黑气竟是精纯异常的魔气 但对韩力修炼的范圣真魔功来说 只要不是一次蹊径太多 自然可以轻易转化为自身法力的 金族女子见此情形 目中闪过一丝亥然之色 霞中之物散发的魔气 到底有多厉害 别人不知道 她又怎会不知的 她每次开启时 都会先给自己加持了不知多少的防护后 才敢接近霞中之物的 否则一个不小心被魔气侵入体内 她轻则修为大退 重则一命呜呼 这时 韩力单手冲大厂的匣子 虚空一抓 一件黑乎乎东西飞射而出 一个盘旋地落在了手中 赫然是一件半尺大的紫色战甲 不但造型猙獰 尖头膝盖各有树根尖刺冒出 表面更是遍布黑色花纹 魔气冲天 竟是一件魔化战甲 不过磁甲胸口处赫然有一个明显的大洞 边缘处碎裂成一片 竟破损得非常厉害 韩力凝望着手中的战甲 面露异色来 以她泛圣真魔宫修炼的境界 自然可以感应到 眼前魔甲中蕴含的不可思议威能 绝对是她从踏入修仙界以来 见到的最强大的战甲 而且 这还是在磁甲损坏情况下 若是修复后 威能岂不会达到一种难以想象的地步了 韩力凝望招法向身上的魔甲 脸色阴晴不定起来了 这件紫魔甲 是晚辈无意中得到的一件宝物 开始也不知道此物来历 但是后来多方查证 才知道 此东西 竟似乎是传说中的天外魔甲 看来是某个极厉害的天外魔头 自行天生的战甲 不过看此魔甲损坏程度 原先主人多半也已经陨落掉了 现在此甲威能 应该不足原先的十分之一了 当然 若是将其重新炼制修复一下的话 应该还能再恢复到两三成的 金族女子笑着地说道 天外魔头 那可是接近真灵般存在的魔物 怪不得此甲蕴含的魔器如此精纯 也真难为道有能找到此物了 韩力深吸了一口气 凝重地说道 随后 突然她将手中微型魔甲往空中一抛 单手一道金色法绝打出 金光一闪即逝地 没入子甲中 顿时魔甲表面花纹一阵闪烁后 体积一下长大了数倍 同时散发的魔器 也一下浓厚了几分 四下滚滚卷去 金族女子一见黑气飞扑而来 脸色微变 突然单手一扬 数张白萌萌浮露一飞而出 随即爆裂开来 化为一层白色光照 将自己严严实实护在了其中 魔器一接触此光照 发出滋滋的怪异声 竟被挡在了外面 韩力见此情形 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情 猛然两手一掐绝 身上金光大放 头上一轮金色光运浮现后 漠然一个三头六臂的法香现身而出 法香三颗头颅念念有词 六条手臂同时冲散发魔器的战甲一点纸 六道金色光柱一喷而出 全都积在紫色战甲上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被金光击中的紫色魔甲 竟然滴溜溜一转下 突然一晃地 在金光中消失不见了 下一刻 金色法香黑气一阵翻滚 紫色魔甲 竟然一下在体表浮现出 诡异地穿戴在了法香身躯上 而在穿上磁甲的一瞬间 法香气势猛然高涨数倍 同时身上黑气滚滚 身形彻底淹没在了魔器之中 韩丽抬手望着空中的法香 脸上露出了大喜之色来 此甲果然灵性并未丧失殆尽 并且可以被其犯胜真魔宫驱使得动 这也难怪 此功法原本就脱胎于古魔界的神秘魔宫 虽然那些古魔和天外魔头大为不同 但是同时以真魔之气为本源之力 这一点是完全一样的 当然 若是此天外魔甲完好无损 灵性完全 或者奇缘主人尚在的话 想要收取此天外魔甲 却是近似不可能之事的 很好 此魔甲的确对我极为适用 但是可惜 已经损坏掉了 否则的话 韩丽点点头 但又满脸惋惜之色地说了一句 若是此甲完好无损 恐怕也到不了晚辈手中了 不过 前辈若是能出得起代价的话 晚辈倒有办法将其修补一下的 起码可以再恢复 此甲原先威力的十之二三 金族女子虽然盯着空中的法香 心中骇然异常 但表面不动声色地说道 你能修补此甲 哦 在下差点忘了 道友是金族人 能修补此甲倒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口中说的代价 是什么 另外 此甲道友打算如何卖给我 韩丽笑了起来 重新低手冲对面说道 要说此物原本应该是无价之物 但可惜是一件魔甲 除了魔修外 其他人根本无法驱使此甲 而魔修在雷鸣大陆 一向稀少异常 至于修炼到前辈这等境界的 晚辈从得到此宝后 还是第一次见到 否则 瓷甲也不会放到至今了 这样吧 前辈若有什么珍稀材料 和灵丹妙药 尽管拿出来 再添加一些极品零食 晚辈可以考虑 将瓷甲卖给前辈 金族女子 似乎对此早就考虑过了 略一思量下 就毫不迟疑地说道 就如此简单 韩丽听到此女回答 为之医症 此条件的确太寻常了一点 金族女子闻言 却笑而不语了 你先说说 如何修复瓷甲 韩丽神色一动 没有马上接口 反而突然问起了 修复瓷甲之事 金族女子面露一丝犹豫 但最终轻叹了一口气说 想要修复此甲倒也简单 只要前辈能有足够的磨合 晚辈就可以轻易 修补好此磨甲的 磨合 那是何物 韩丽眉头一皱 第一次听说过此材料名字 所谓的磨合 其实就是高阶魔兽的那单 想要对这件天外魔兽 有用的话 起码也要数以百计的磨合 才可 而且必须都出自上族以上等阶魔兽才行 其中一颗 要作为修补磨甲的主材料 等阶越高越好 最好是圣阶魔兽的那单 女子神色凝重地缓缓道 圣阶魔兽 道友莫非是在开玩笑 如此多高阶魔盒 韩某上哪给你寻来的 更别说圣阶存在了 我怎么觉得 修补比买下磁甲的代价 还要高昂得多 道友不会信口胡说吧 韩丽脸色一沉 不客气地说道 前辈如此想 可错了 磁甲修补后的提升效果 几乎大半取决于 作为主材料的磨合 若是稍低阶的磨合 晚辈也可以进行修补 但效果却大大逊色的 若是用圣阶魔盒修补的话 微能起码能再提升两到三倍 如此强大效果 代价高一些 也是正常之事 而且 晚辈既然提到了圣阶魔盒 自然对此也有些眉目了 我有两条消息 可以免费奉送前辈之道 都可以得到圣阶魔盒的 金族女子笑音引起来 似乎对此早就仔细考虑过了 第1588章 魔金山脉 两条消息 道友说来听听 韩丽不置可否地问道 在三个月后 云城拍卖行之一的云祥拍卖行 将会有一颗圣阶荆棘魔兽的磨合拍卖 据我所知 此磨合及其稀有 甚至城中的一些圣族 也已经盯上了此物 打算出手买下此物的 女子徐旭说道 圣族 韩丽眉头一皱 她就算再自持身家不菲 也绝没有信心比和体积存在 更加富有的 那些老怪物 哪一个不是活了万年 甚至数万年以上 搜集的东西 和拥有的金石数量 绝对多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当然若没有丝毫顾忌的话 她将身上携带的诸多灵药材料 全都拿出来变换金石 倒也不是不能和这些圣族 争拍一番的 但韩丽身处异族之地 又怎会轻易显露身家 否则 恐怕魔盒还未买下 就先被有心人盯上的 她可不想无端惹事上身的 韩丽心念飞快转动 片刻就摇了摇头 既然有圣族参加拍卖 我肯定无法拍到此物的 此法行不通的 哦 既然前辈如此一说 那就只有听听第二条消息了 前辈是新进到天云的吧 不知是否听说过魔金山脉 少女一笑 毫不在意的样子 魔金山脉 我只知道 有这么一个地方 但是具体的情形 还真不清楚的 韩丽听了 心中一动 前辈不太清楚 并不奇怪 此地方也不过是 最近万年才出现的 其他地方之人 也很少有人知道 晚辈就详家解说一下吧 女子名眸流转 奄然一笑 那就有牢到有了 韩丽不动声色地点点头 同时脑海中 浮现出那份云城附近的地狱图 正有魔金山脉位置 大约万余年前 在离我云城 一个月路程的荒原之地处 突然出现了空间风暴 也不知是何原因 空间风暴过后 那里竟突然多出一片 黑色山脉来 而这片山脉被浓浓的魔器笼罩 并且上空的虚空极其不稳 竟出现不少空间裂缝 而这些裂缝中 有大量魔器涌出 并伴随着一些高阶魔兽 狂涌而出 其中不乏一些圣阶魔兽 短短时间内 以这山脉为中心的 数百万里的区域 全都沦落成了魔域 并且还不停地 向四周扩散而去 此事惊动了我们 天云族的圣族顶阶存在 结果庶名圣族六七阶联手之下 进入到了此区域 联手击杀了大半的圣街魔兽 并一直进入到了山脉的中心处 打算彻底解决此事 金族女子 神色凝重地说着 而韩丽在此女意说到 空间裂缝 和大量魔器涌出时 心中一震 几乎瞬间想到了 当初在飞灵族时的明河之地 但这时 金族女子长吐了一口气后 又接着说道 那些圣族不知在山脉中心处 遇到了何事 竟然在那里逗留了半年之久才返回的 他们回来后 立刻下令将此区域 彻底用静置封圈起来 只留下一个出入口 然后给各族传话说 此事已经解决 从空间裂缝中 不会再有大量魔器和圣街魔兽涌出 只会维持现在的面积大小 和魔兽数量而已 但同样从今以后 不准圣族以上存在进入此地 圣族以下之人 倒可以进入此区域灭杀魔兽 以获取内单和一些珍稀材料 但进入此区域时间 只能一年中的固定一个月 并且无论是否有收获 每次都只能待上一个月 就必须离开此区域 时间一过 就会立刻关闭出口 要知道 那地方魔器如此之重 哪怕魔修 都无法在里面待上太长时间的 否则魔器同化下 必定化为了魔物 而此地中魔兽众多 的确是获取珍稀材料 换取零食的好地方 因此 一开始的几年 几乎每一年开启之时 都会有大量中高阶存在 涌入此地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 人就一下稀少起来 到了如今 还敢进入此地的 更是少得可怜 说到这里 金族女子叹了一口气 这是为何 韩丽倒有些好奇起来 伤亡实在太惊人了 进入魔狱能出来的人 固然是满载而归的 但是未能出来的 却足足占据了 进入之人的十之一二 如此高的陨落比例 若是只是数次还好 但年年如此 并且从不见里面的 高阶魔兽减少过 自然让人望而生畏了 而魔狱中除了高阶魔兽无数 甚至还有当年残留的 几头圣尖魔兽 虽然它们基本上 只在中心处栖息 但是若偶尔遇上了 自然只有死路一条 说实话 进入此山脉 实在不好说是 各族击杀魔兽 还是让魔兽 专门吞噬各族修炼者的 好在越是高阶魔兽 越是在山脉深处 轻易不到边缘地带来 否则 任谁也不会进去送死的 现如今 要是敢冒险进入此地 并能活着出来 堪称一夜暴富 故而这片魔狱 渐渐就被称为魔金山脉了 用来形容我等对此地的 又很有爱之心的 金族女子含笑地一一解释道 道友说了如此之多 难道是想让我进入此地 击杀里面的圣街魔兽 韩丽摸了摸下巴 半晌后才淡淡地说道 她面上毫无表情 但心中却已经下定了决心 若是眼前女子 真要发疯地如此建议 她立刻二话不说地 马上结束谈话 离开此地 纵然这件天外魔甲 对其大有用处 但也不至于 让她为其拼上小命的 那魔金山脉 中心处如此危险 晚辈怎会提此建议的 但晚辈想让前辈图谋的 也的确是黑金山脉中 一只圣街魔兽的魔盒 金族女子鸣嘴一笑 轻摇了摇头 此话怎讲 韩丽目光一闪 似乎想到了什么 据我所知 百余年前有一只 不知名的圣街魔兽 不知是何原因 突然强行冲出了魔金山脉 并一连袭击了 附近的数处城镇 但同时 也被闻讯赶到了的 其他几名圣族 击成了重伤 逃之夭夭了 而晚辈机缘巧合下 恰好就知道 此魔兽的藏身之地 女子面露一丝神秘之色 说出了让韩丽一惊的话来 你此话当真 韩丽深吸了一口气 神色变得凝重了 绝对不虚 而且 此寿当年负伤太重 又悄悄前回黑金山脉 边缘处的一处隐秘之地 正处沉睡之中 一身神通 尚不足全圣时的十分之一 唯一麻烦的是 此寿在沉睡之处 制造了一片魔器结界 除非是同样能驱使魔器的 高阶魔修 否则一接触此结界 立刻就会惊醒此寿的 这也是我早就知道此寿踪迹 但却一直束手无策的原因 而我替前辈 修补魔甲的代价 就是除了魔盒外 此寿身上的其他所有材料 前辈若是觉得合适 我就会将此寿沉睡之地 如实相告的 金族女子讲完一切之后 终于郑重地 说出了自己的条件 此寿当真 只沉睡在黑金山脉边缘处 并且神通不足 原先十分之一 你如何准确知道 此寿的情况 韩丽沉吟了好久 才问了这么一句 她听此女如此一说 自然有些心动了 但是事关重大 同样需要先问清楚一切再说 晚辈绝无虚言 看前辈还有一律的样子 晚辈再给前辈看一物 就应该明白了 金族女子见韩丽如此谨慎 反而心中一喜地说道 接着单手一扬 突然一股黑烟 从其袖袍中飞射而出 一阵凝聚 化为一物地 停留在了女子的头顶处 竟是一只拳头大小 通体乌黑 但嘴巴火红 两眼金灿灿的怪鸟 磨烟鸟 韩丽一眼认出了此鸟来历 先是一惊 随即又恍然大悟起来 不错 此灵兽 正是灵界极其稀少的几种 可被我等驯服的魔兽之一 虽然丝毫攻击之力没有 但是在寻物前行上 绝对神妙异常 甚至可以让主人 长期祭服一丝神念 在其身躯上 加以轻身操纵的 我知道 那头圣街魔兽下落后 就是操纵此鸟数次 潜入其沉睡之处 亲眼加以观察的 金族女子 嫣然一笑道 既然有此魔鸟在 我也相信 道有之言不虚的 但韩某还是要多问一句 这只圣街魔兽 当初能在圣族联手下 还能逃得性命 应该不是低阶位的圣街吧 而且 不同种类的魔兽 同阶间神通相差也极大的 道有也无法判断 此兽的种类吗 韩力点点头 但又仔细地问了数据 我虽然并未亲眼目睹 此兽全圣石和其他圣族那场大战 但据说 应该相当于圣族二阶到三阶间左右 当然 这些我也只是通过一些其他之口 来判断的 并不能十分地肯定 至于此兽种类却不好判断 但似乎和传说中的 真灵山岳巨猿有几分相似的 说不定真具有其几分血脉的 金族女子不加思索地说道 山岳巨猿 韩力一听此话 脸色微微一变 对了 晚辈我有此兽图像 前辈可以先看上一看 金族女子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玉手一抬 又抛过来一块早就准备好的石片 韩力也没有客气 直接将石片抓到了手中 往额头上一放 将神石进入到了其中 果然有几分相似 半晌后 韩力将手臂放下 略有所思地说道 晚辈已经说了如此多了 不知前辈可有决定了 金族女子望着韩力 隐隐带有一丝期盼之意地说道 不知道有如何称呼 韩力微微一笑后 竟默然问出了一个 风马不相及的问题来 前辈叫晚辈先先就行了 金族女子一正 随即倾笑地说道 第1589章 通灵傀儡 先先 韩力喃喃重复了一句 点点头又道 既然无需 我深入黑金山脉 并且那只圣街魔兽 神通大简 此风险倒也值得一冒的 但是丑话说在前面 若是发现 事情并非像你说的那般 或者另有其他原因 感觉到风险太大 我会随时放弃此事的 而且到黑金山脉开放那一天 我希望道友 跟我一起走一趟 亲自给我带下路 最后一点 若是这只圣街魔兽 真的具有山月巨猿血脉的话 真灵之血 必须分我一半 这些条件 有一条不答应的话 我们都无需再交易下去了 说到最后 韩力神色肃染了下来 没问题 这些条件晚辈都答应了 先先略一思量 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见对方答应得如此爽快 韩力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来 也不再说什么 手腕一抖 顿时储物拙 滴溜溜地一飞而出 单手冲其一点纸 顿时一片青色光霞飞卷而出 十几个大小不一的瓶子 木盒 匣子之类东西 漠然出现在了半空中 另外 还有数十块五光石色的极品零石 光灿灿的同样飘浮而出 这些丹药 从你现在境界 一直到上足低中阶都可以使用 甚至可以助你突破瓶颈的 只是效果如何 还要因人而异的 至于那些材料 也是我费了不少功夫才收集到的 道友看看是否满意 韩力淡淡说道 那些丹药 有不少都是韩力以前自己服用的东西 甚至仅存的两瓶真蝉液也拿得出来 倒不怕对方有何不满的 至于那些材料 可能稍微刺了一点 但也是 他在火狐群岛时 击杀的两头炼须及妖兽身上的材料 也算是珍惜之极 倒是那些极品零石 他收集不易 一下拿出如此多来 着实肉痛了一把 果然女子一一检查过这些丹药和材料后 脸上露出了惊喜之色来 这些东西都非同小可 再加上这些极品零石 足以抵得上魔化战甲了 金族女子 抬手将东西和零石 全都一收而起 含笑地说道 道有满意就行 此事就这样说定了 我留下一块万里付给你 短时间内 我不会离开云城的 等到那魔金山脉快开启的时候 你用此符通知我即可了 韩丽微微一笑 神念一动下 储物灼表面霞光一闪 又掉出一块巴掌大的玉牌来 然后储物灼就化为一道 轻光的呼啸飞回 一闪即逝后 再次出现在了韩丽手腕上 好 晚辈记下了 金族女子笑着点点头 也一把将玉牌吸到了手中 韩丽不再说什么了 两手掐绝 口中念念有词 顿时头顶黑旗中的金色法香 连同身上的紫色战甲 一闪之下 同时的溃散消失了 与此同时 韩丽体内丹田处的原因 嘴角微翘 面带笑容 她原本赤裸的白白胖胖身躯上 赫然多出了一副紫红色战甲 下面的事情就简单了 这名叫仙仙的女子 用法盘将二人送回到了原来店铺中后 韩丽并未多家停留 当即飘然离去 接下来的时间内 韩丽一家接一家的 又看了其他许多感兴趣的店铺 主要是材料店 法器店 福禄等各种专门店铺 虽然她同样有所收获 但是比起韩丽得到的天外魔甲来 自然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了 韩丽足足地在此街道上 待了一日一夜 天色再次浑沉沉的时候 才叫亮寿车返回了住处 一连十几日 韩丽什么事情都未做 就这般只是到云城各处大小街道 和数以百计的商铺中 闲逛不停 如此一来 韩丽总算对云城各处 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到了晚上 向支里却偶尔会过来一下 和韩丽聊上那么一会儿 在此期间 云城看起来外景内松 城中所有人一切如常 丝毫未见有大战降临的紧张气息 真不知是天云诸足对脚吃足的进攻 早就习以为常了 还是认为脚吃足 根本不可能打到云城附近来 这一日 韩丽再次从客栈出来的时候 却为再去什么店铺 而是直接对拦住的售车车夫 说了一句 云霞山 然后钻入车中 不再言语一句了 售车顿时在街道上飞奔起来 这一次 车子几乎横穿了大半个云城 竟来到了一座高山脚下处 漠然停了下来 韩丽走下车子 双目微眯地望着眼前的庞然大物 好一会儿 这笛的确确是一座高山 高足有三千余丈 上面翠翠绿绿 同时一股精纯灵气扑面来 此山竟然还具有几品灵脉的样子 韩丽四下望了一望 同样的大山 附近还有七座之多 大小程度全都差不多 这就是云城赫赫有名的八云山 据说很久之前 当时城中的几名大神通存在 施展神鬼莫测神通 硬生生地将地面上的八座大山 挪移到了云城 并另外从地面 拘近八处几品灵脉 打入了山中 从而形成了 不同于地面其他灵脉之地的八座灵山 这八座灵山也是云城 唯一可以工人长久居住 工人修炼的灵地 开有大大小小众多洞府 这些洞府并非归乃一人私有 全都是对外足用 当然 此洞府出租年限是以百年来计 并且费用贵的惊人 但就是这样 八云山洞府也大多真租了出去 甚至有时还出现 供不应求的局面 贾天母的临时洞府 就在眼前这座云霞山中 按照洞府所留地址 含立体表青光一起 立刻化为一道青红 直奔山上飞射而去 八云山区域 也是云城中唯一几处 允许动用法力 直接飞盾之地 含立自然没有太大顾忌了 而他所以会出现在此处 自然是因为对方承诺的 所谓通灵傀儡了 这段时间 含立自然对万古族的情况 了解不少 此族在天云十三族中 虽然排名中等 但对傀儡术的研究 此族却已经到了一个 不可思议的地步 据说是雷鸣大陆 最擅长傀儡术的 三大种族之一 而原先不明白的通灵傀儡 含立经过翻阅典籍 和相知里的讲述后 也终于明白 是怎么一回事了 此种傀儡 起码要有化身以上 威力不说 竟然具有一定灵性 即使不用分神操纵 也可自行执行 一些简单命令 可见其珍惜了 并且据说 此类傀儡的灵性 还具有自我进化可能 最后甚至能具有 不低的灵质 当然这也只是传说而已 万古族并未公开 承认过此事 但就这样 也让通灵傀儡 又披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当然 这种通灵傀儡 即使万古族也炼制不易的 一般根本不会对外出售 就是偶尔有一两句流露出来 也都被其他各族一起而空 每一句都能卖出 一个不可思议的天价来 听到通灵傀儡的 如此多奇异处 含立本身也精通傀儡炼制 自然对此大感兴趣来 外加上他还另有一些目的 这才亲自到此山来了 含立所化清红几个闪洞后 就在山腰处 一个偏僻之处 一个盘旋地落了下来 在他身前不远处 赫然一面不起眼的山壁 在上面一扇树杖高石门 镶嵌在壁上 含立并没有直接上前敲门 而是袖袍一抖 顿时一道火光飞射而出 一个闪动后 就无声无息地 没入石门中 不见了踪影 结果没有多久 石门表面白色霞光一闪 大门自行地打开了 假天幕满脸笑容地走了出来 哈哈 果然是含道友 但是道友怎么现在才到 在下可等好几日了 韩某有些事情在身 单的些时日 假道友不要见怪 韩立仔细打量了对方几眼 发现对方气色大好 当即微笑地言道 原来如此 这里不是说话之地 倒有请进 到洞府那一序吧 假天幕点点头 当即热情异常地邀请道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韩立也为客气什么 当即大步走了过去 假天幕的洞府并不算大 穿过一小段通道 就进入了一间 三十余丈大的厅堂 不值得倒也典雅别致 顶部镶嵌着几个 闪闪发光的圆珠 厅堂中间摆放一张桌子 两张茶几 以及数百椅子 除此之外 就空无一物了 甚至厅堂四壁 也都只是普通的轻石而已 道友请坐 假天幕在主座上坐下后 招呼地说道 韩立点点头后 在一侧坐了下来 啪啪两声传来 假天幕二话不说 竟先轻拍了两下手掌 韩立目光一闪下 顿时望了一眼一侧的 某扇偏门处 门内传来脚步之声 片刻后 一名貌美的二十余岁女子 一身黄色宫装 双手捧着一个 长条形的木盒 恶挪地走了出来 此女一会儿 就走到了厅堂中间处 将手中木盒 往韩立身前的茶几上一放 就恭敬地站到一旁不语了 奇怪的一幕出现了 韩立目光 只是在眼前木盒上一扫 竟在一抬手 双目一眯地凝望着出来的女子 脸上流露出一丝 奇怪之色来 怎么 道友莫非看中我府上的 这名使欢丫头 若是真喜欢的话 我将其赠送如何 贾天目见到此景 却轻笑一声地说道 第1590章 新傀儡 没什么 韩某只是觉得 通灵傀儡果然名不虚传 要不是在下同样 懂得一些傀儡术 并懂得有些神念秘术 恐怕会将道友 这只通灵傀儡 当作真人的 他身上气息凌压 竟然和我等修炼者如此相似 韩立笑了起来 用赞叹口气说道 哈哈 韩道友看出来了 则则 道洞府做客的圣族以下同道 道友绝对是第一个自行发现 这只婢女是傀儡之身的 此傀儡 是我当年亲手炼制的 当初可瞒过不知多少好友的 贾天目听闻韩立之言 非但没有沮丧 反而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 似乎韩立一眼看破 其炼制的人形傀儡身份 反大声知己之感 在下也是侥幸而已 不过 这只通灵傀儡 似乎等级不太高 太过偏向女人化的细节了 韩立望着那几乎和真人 一般无二的傀儡 微微一笑道 韩兄慧眼如炬 这只傀儡 是我当初炼制的 第一只通灵级傀儡 只有上足三阶实力 完全只是追求其灵性方面 但可惜的是 我培养到现在 灵性都未能有何提高 贾天目叹了一口气道 转脸看了一眼婢女 脸上露出一丝遗憾之色 而那只婢女傀儡在此时 竟仿佛常人般的冲贾天目 奄然一笑 但马上就笑容一收 重新变得面无表情了 韩立看到此景有些无言了 对了 韩兄看下河中的通灵傀儡吧 看看是否满意 贾天目将目光收回后 冲韩立笑着问了一句 那在下不客气了 韩立点点头 一只绣袍冲桌面一幅 一片清光飞卷而过 咔嚓一声脆响后 长条形木盒一下开起了 露出了河中之物来 这是 韩立凝神一望 脸上露出一丝意外之色来 河中赫然放着一条 持续长的白蛇 通体晶莹剔透 一层白蒙蒙灵光 将其照在其中 这是小弟前不久 炼制出来的新型通灵傀儡 等阶大概和道友 现在境界差不多 也是上足七阶左右 虽然说等阶不太高 却可以有两种形态的变化 要不是韩兄救过小弟一命 贾某还真舍不得 拿出此傀儡的 贾天木有几分不舍地说道 两种形态 韩立文言 却有些哑然了 不错 虽然没有低血刃主过 但我也可以简单操纵一下 示范给韩兄看上一看 贾天木说着 随之单手一掐绝 远远冲韩立木盒处 轻轻一点指 顿时一根白芒 从指尖处射出 一闪及视后 就没入河中的白蛇身体中 灵光一闪 原本静静不动的白蛇 突然扭动了起来 随即白光大放下 一下化为一道白光 从木盒中飞射而出 一条树杖长白蟒 在大厅上空盘旋飞舞起来 远远看去 此蟒两眼血红 鳞片闪烁不动 摇头摆尾之下 一股凶煞之气扑面而来 和一条真正巨蟒 没有丝毫区别 忽然贾天木口中一声低贺 单手一扬 又一道法诀打了出去 静一下卷缩成了一团 白光大放间 白蟒就瞬间化为了一名眉目如画 英姿萨萨的白袍女子 只是眉宇间略带一丝茫然 正正地悬浮在半空中一动不动 怎么样 这只通灵傀儡 无论对敌 还是放在洞府中 当作婢女使用 都极为适宜 唯一的缺点 大概就是零食的消耗 是其他通灵傀儡的数倍以上 并且因为此傀儡身躯 大半是用寒光金铁炼制而成 也只能用极其罕见的 真要的话 以后的零食花费肯定不晓得 贾天木解释道 冰属性零食虽然稀有 但韩某自问还能收集到一些的 只要傀儡好用即可 这只傀儡 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韩丽凝望了空中的白袍女子好一会儿后 展颜一笑起来 呵呵 含凶满意就行 此傀儡 只要拿回去滴血认住一番 别人就再也无法操纵了 贾天木一笑 单手掐绝在冲空中傀儡一点 顿时白袍女子身形一晃 直接化为一团白光的 往韩丽这边飞射而来 一个盘旋后 化为一条白蛇 徐徐落入了河中 与此同时 韩丽袖袍一抖 青霞飞卷而过 将河盖重新合上了 假道友 刚才听你所言 这些通灵傀儡都是出自你手 道友的傀儡炼制之术 造诣之高可想而知了 在下手中 恰巧也有一批的自他人之手的新型傀儡 非常有趣 道友是否想见识一二 韩丽将木和方一收好 就冲甲天木 忽然笑了一笑地说道 心形傀儡 道友快拿出来 让我见识一二 甲天木闻言 脸色一下露出大喜之色来 韩丽笑了笑 单手一翻转 手心中默然多出了一个御霞出来 上面灵光闪闪 竟然还贴着树道静置俘虏 将俘虏一接 单手再轻拍一下霞盖 顿时盖子一飞冲天 从御霞中 一下飞出数十个寸许大小的人偶来 正是韩丽从地渊妖王血袍人 得到的一批灵世傀儡 这些人偶方一飞到大厅中间 就突然间爆发出一团五色迷雾 一阵翻滚的迷雾散尽之后 在大厅中 一下献出十二名 身着五色衣衫的貌美女子 一个个恶魔多姿 妖娆妩媚 而在大厅两侧 则同时出现了 二十四名眉清目秀的年轻男子 一个个手持各种乐器 盘膝而坐 韩丽没有催动任何法觉 一阵动听乐声在大殿中响起 让人听了心旷神怡 而那些貌美女子身形晃动间 竟随着乐声在大厅中舞动起来 只见这些女子细腰如柳 五色衣衫飘动旋转 阵阵齐乡遍布各处 一时间 大厅中到处都是迷人利盈 妖娆动人至极 贾天目在这些人偶出现的一瞬间 就瞪大了双眼 眼也不眨一下地直直望着 当不知多久后 那动人乐声一顿 跳舞的十二名女子舞姿一停 就纷纷束手了力了 果然有些意思 这些人偶体内 似乎有几分的神念 不是韩道友的吧 贾天目长吐了一口气 目光闪动的喃喃道 道友也看出来了 这些傀儡叫做灵士 是一种半灵半物的傀儡 他和通灵傀儡不同 是将一种灵虫的惊魂灵体 和傀儡之身 融为一体诞生出来的 说起来 和道友的通灵傀儡 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 同样只依照一定本能来行动 谈不上什么灵质 更不可能再有任何提升灵性的余地 韩丽笑着说道 将灵体和傀儡融为一体 此种想法 我以前也曾经有过 但是尝试过多种灵兽的惊魂 却没有一粒能成功的 这些灵士融入的是何种灵体 贾天目一听韩丽之言 露出了惊喜交加之色 迫不及待地问道 这些灵士我也是无意中得到的 融入其中的是 何种灵体 我还真的不太清楚 但是有这些灵士在手的话 道友将它们分离出来 再找出它们的真面目 应该不是一件难事吧 韩丽摸了摸下巴 大有深意地说道 这倒也是 什么 难道韩兄愿意将这些傀儡送给在下了 贾天目先是有些恍然 但随即又吃了一惊起来 这些灵士虽然有趣 但是对在下并无太大用途 倒是道友本身 在傀儡树上的造诣实在惊人 有了他们 说不定还能在此上面更近一层的 韩丽平和地说道 这些灵士的确对我大有用处 但如此贵重东西 在下怎能轻易收下 要不这样 在下手头还算宽裕 用高价买下它们吧 贾天目连连摇摇头地说道 临时就算了 贾道友若真觉得无功不受路的话 在下有几个问题 想问下道友 道友若能解答一二 在下就心满意足了 韩丽目光一闪 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问题 韩兄有何问题 尽管开口就是了 但是 若是有些问题 涉及我们族中的隐秘 在下可能不便回答的 贾天目闻言一呆 但眨了眨眼睛后 谨慎地回答 这个自然 在下问题 绝对不涉及贵族隐秘 韩丽双目微眯了一下 轻笑了起来 那请韩兄尽管问吧 贾天目脸上神色一环 点头地说道 在下 在城中这些日子 听人说 天云似乎有一座 可以跨大陆 传送的超级传送阵 不知此事是否是真的 若是有的话 不知掌握在哪一组手中 韩丽肃然地问道 跨大陆传送阵 的确有这么一座的 但此法阵 可不是掌握在哪一组手中 而是同时 被我们十三族中的数族 共同看管的 贾天目显然对韩丽的提问 有些意外 轻松异常地回答 不知是那几族看管的 韩丽却追问了一句 因为此法阵 需要妥善保管 并经常修理 所以是由金族 石俭族 多守族 以及我们万古族四族看管的 韩道友 你对此法阵的布置感兴趣 还是想要使用一下 此传送阵 贾天目一边随意地回答 一边面露若有所思地问了一句